俗话说呀 打火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视频中的父子俩 不打老虎 也不上阵 更不干活 儿子小平呢 更是睡了几个月 啥是不干 这就惹恼了父亲老平 他兄弟不要 不要给站上里 在那 爷爷那里 也不要他 也不要他 爷爷那里也不要他 兄弟那里也不要他 蹦吃 不干 骨黑的一个 骨黑的一个 你叫他起来 叫他起来 父亲老平说呀 之前呢 有给儿子小平去学习技术 可是没做几天就不做了 后来呀 送到兄弟那里干活 也被赶了回来 就连亲爷爷也不要了他 睡了几个月了 嗯 就这么样子睡在那里 吃饭怎么办呢 吃饭 不知道 什么原因这样睡觉了 哪里这样的 你父亲来了 你都爬起来 你父亲都来了 来看你来 看你妈妈呢 他妈上班了 哎呀 睡了几个月你不闷吗 小伙子啊 年纪轻轻的 要振作起来啊 附近的邻居说呀 小平的妈妈 都是早上和晚上过来 估计是送饭给小平吧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亲啊 是不是小平有啥委屈啊 相信他也不愿意这样做吧 他妈妈上班 嗯 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嗯 啊 是 那么他吃饭怎么办呢 他妈有时间给他买点饭 啊 他妈给他买点饭 嗯 他就这么一直睡 一直睡 天天天睡 天天睡 这门孩子 哎呀 我都没讲过 哎呀 果然是老母亲在送饭啊 这是咋回事呢 小伙子大好年华 不说啥发大财 养活自己总没有问题吧 为啥不去找份工作呢 这使老平气的直接去翻开小平的臂了 没有 还得炸死他全球 这个怎么 炸死一人 你怎么打电话 你不就是活了 这人还是啥用 这还不是我们啥 我可以了吗 养了二十三岁的小伙子 不行不行 这么好炸的 这老平啊 享乐气愤 拿起一块大砖头 扬远要干掉儿子 老平啊 别冲动啊 有话好好说 再不好也是你的儿子 俗话说呀 此不教父之过 你也是有责任的呀 他关心你啊 你二十三岁的小伙子 他可能有困难 他可能有什么想法 是吧 他自己有些想法 你家个老娘又听 为什么这个情况 大概家庭对你不好 没有温暖是吧 也不关心你是吧 这么这个意思了 小伙子 我一直要害人 你要啥用呀 有什么话讲清楚 对父亲要尊重一点 我跟你说 咋不是你父亲了 小平对老平的抵触绝不是 一时半会而去形成的 那么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呢 小平是否有啥不为人知的委屈呢 兄弟不要赢 你也不要赢 我才不要赢 谁要赢谁 我滚 你看 他妈那比我 你滚 我要真是一个律师 哪有个人是对父亲这种讲话的 我看你有委屈 你讲给我听 我看你 请那老说 我证实 小伙子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这绝对是有啥委屈了 看到小平流出的眼泪 老娘就似乎知道了对方心灵深处 你心里可能有些想法 他们以前对你不关心 他们都看不起你 你们竟然看不起我 我就这个样子 看你们怎么办 那这个倒毁掉了 还是你自己啊 小伙子 毁掉的不是你父亲啊 你知道你儿子什么原因 他这样这样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 哎呀 老娘就果然是过来人啊 这话说的小便行李了 小伙子 振作起来吧 曾经我也是跟你一样啊 到最后伤的还是自己啊 挺好的 大概你也管自己喝酒 我到现在都闻到你一锅酒去 这小伙子 父亲父亲的情况 哎呀 我没关系 我跟你说 什么没关系呢 什么关系呢 他要 他要 他自己拿到 来 来 我不要 你命都不要了 老娘就心中知道 应该是老平 施酒如命 从而影响到小平了 看得出来 小平的那心是缺乏温暖的 不说别的 光是这个居住环境 就让人看不下去 但父亲平大哥说 他们常年在外打工 租住的条件很有限 实在没办法给儿子换个好点的地方 小英虎 我干活是干的 你干一点 到时候干 到时候不干 这几年身体不好 没干 身体什么地方不好 身体无力 喝酒喝得坏了 哎呀 这老平也真是的 喝酒把酒喝坏了 现在一家人就靠老婆一点微薄的工资养的 这像话吗 看来小平应该是看到父亲这样的 所以就故意堕落给父亲老平看的 可是这方法不对呀 你给你父亲赌气 不干活 苦的还是你母亲啊 也希望老平能为儿子做出榜样 把酒给戒了 不管怎么样 他不想父亲也好 父亲有些做法不对也好 但是你自己自烈 不能自暴自弃 其实你在你在你的心里 很想要有个完整的家庭 很想要完整的这个家庭的温暖 但是你自己呢 你自己做到没有呢 我知道以后改怎么做 以后可以走 以后改 怎么改 那么文字句话我还听了 你以后怎么改 我知道以后怎么改 以后可以走 我知道你在应付我 因为你长期形成了这种习惯了 接受不了别人的意见 那我希望你 老娘你你听也好 不听也好 最后考虑出一句话 今后的路 希望你走得好一点 好不好 啊 好吧 真的啊 女人之类的 他最后代应我们了 我知道可能是应付我们 但他为了生成 他也会干活去的 也希望你不要经常来指责他 都关心他一点 见了面以后 不要用骂 用粗暴的态度 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好不好 哎呀 没办法了 老娘就该说的也说了 至于小平该不该是 他自己的选择了 毕竟成年了 要对自己的行外负责 老娘就也严厉要求 老平把酒给借了 做好儿子的榜样 老平也承诺 不再喝酒了 希望老平说到做到 也希望小平振作起来 不要再堕落下去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小平自赶堕落 很老的是 屏幕前的你有何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